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網站數據顯示 美國二十七號單日新增超過五十一萬人 確診 創下疫情以來的新高 確診案例有百分之五十八點六 都是Omicron變異株 而最新的研究發現Omicron潛伏期相對較短 家用的快篩試劑篩檢時也比較不準確 美國疫情再度嚴峻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網站追蹤 數據顯示 二十七號單日新增超過五十一萬 例確診 創下疫情以來新高 不過不排除與耶誕假期篩檢站關閉 導致通報延遲有關 美國疾病管制劑預防中心 CDC網站數據顯示 過去七天平均 每天約二十四萬人確診 回到今年一月疫情高峰的水準 CDC估算上週確診病例當中 有五十八點六趴是Omicron變異株 其次是Delta 佔四十一點一趴 此外根據CDC最新研究報告 Omicron的潛伏期比其他變異株短 只有大概三天左右 且重複感染的機率很高 但如果是之前曾染疫或是打過疫苗 症狀大多輕微 美國食品劑藥物管理局FDA也表示 由於Omicron高度變異 家用快篩試劑在篩檢時 可能比先前的病毒株更不準確 容易驗出胃陰性 近期正出演百老會音樂劇 新版The Music Man的影星 修傑克曼 二十八號公布自己確診 出現喉嚨癢 牛鼻水等輕症 試驗的場次也被迫取消 值得注意的是 修傑克曼三週前才表示打了疫苗 加強針 如今卻還是遭到突破性感染 公視新聞 林秀如編譯